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德福音的23章 耶稣继续很凶地谴责那些金师跟法利塞人 他们身为宗教的领袖 社会的领袖 没有好好的有正直的行为 有正当的行为 甚至基督徒的行为 这边写的你看 我说那个生活的 你们好像用石灰刷白的坟墓 你想象一下石灰刷白的坟墓 外表看见多不洁白 外面是非常的华丽 里面充满了死人的骨头跟各样的污秽 我今天读这个福音的时候 很警惕自己 我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 我也不是一个圣人 完美的人 有一堆的不好的事情 可是是不是耶稣所讲的那么严重的 外表看起来灰白的 洁白的 内在却是死人的骨头 各种污秽 这边写的 那多么的虚伪 你们外表看起来像个正当的人 正义的人 里面充满了虚伪跟不法 而且今天的福音提到了一点 从祖先开始 违背了天主的法令 那个我们当然可以引到我们的生活 叫做我们想一想 确实是很多人的家庭生活 比如说我说有的家庭生活 假如父母都是小偷 不是吗 有的有 有的你在孤儿院里面听到那个爸爸妈妈 我有一次参加那个儿童客服的课程 那父母都没有回来 为什么爸爸也在坐牢 妈妈也坐牢 你说这样子的孩子要怎么样翻身呢 要整个的教育 整个的人格 整个的价值观 整个转变 我们一般人不是这样生活吗 一般人真正的 我前面有提过了 尊重别的人 相信别的人 学习负责任 然后整个生命的改变 那用福人大学的例子 你如果有机会进到我们福人大学校门 它有一个叫做环抱型的十字架 那个是很有名的雕刻家做的 环抱型的十字架 就是人从尊重别人开始 如果发现别人有缺点 包容 接纳 当然更重要的也要接纳自己 所以自己也有很多失败的地方 自己也有很多不成功的地方 自己也有软弱的地方 自己也有 你用宗教的话 叫做错误的地方 犯罪的地方 可是呢 人要努力地改善这些恶 能够把自己的行为导向跟天主在一起 可是千万不要像这个死掉的 没有希望的死人的骨头 那我说那个福人大学门口 那个环抱型的十字架 后面写的叫做真善美胜 那我觉得今天的 这几天的读经跟福音都引导我们 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活得真 所谓的真就是说 我敢承认我的失败 我敢面对我的缺点 我敢知道我跟别人 有的时候我说话说错了 我的行为有错误 对不对 这篇读经义里面所描写的 好像爸爸妈妈一样的对待儿女 劝勉 勉力 叮咛 叫我们的所有的生活的行为 配得上那些招选我们进入天国的 意思就是说 无论我们从中途那边 从教会里面领受到的 刚才我讲真善美之生命 在讲福人大学那边讲说 从上面到下面 天主借着救恩的历史 以色列人的出红海的历史 整个的逾越的历史 救恩的历史 给了我们天主的子女的生命 从下到上 你承不承认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得真 活得善良 活得非常的美 平常讲艺术的美 活得最后到圣 圣的意思就是说 我没讲很人性的话的说明 比如说我们到国外 像我每一年会带学生老师 到那个印度的加尔哥达 在垂死之家给别人服务 那些人都是陌生人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国籍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 以人与人之间 彼此的关怀 彼此的尊重 彼此的信任 这样包容他们 那垂死之家 确实是有很多的经验跟故事了 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总之还是一样 福音有谴责的一面 好像负面生活的一面 那读经医 基督徒正面的生活 应该是什么样子 希望这些圣经帮忙我们 反省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 分享天主 真善美圣的生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